Hello 各位網友好 又跟大家見面了 今天跟大家玩些什麼呢 今天帶大家去看看小屋 很難得 因為現在都很難預訂到看屋 尤其是新屋的樓盤 第一件事因為去得快 第二件事因為疫情又開始 政府又說要半年封城 搞這個搞那個 所以不是那麼容易的 面前大家看到了 就有個牌子 那我停下車了 那我就預訂了1點鐘 現在是12點半鐘 所以還有少許時間 帶大家去看看 周圍左近有什麼特別 就是這樣 經過瘋狂的天氣又開始 但不要緊 用力幫大家拍 那這次帶大家看那個新屋的樓盤 就是這間公司建的 就是在Lexar一個好區 叫Obi那裡的新樓盤 新樓盤的名字叫Cottage Farm 公司的名字大家看到了 又是那句 樓盤那些經常都說五顆星 又說五星級的家 再帶大家看一下周圍的樣子 是怎樣的 先看 那這裏呢 這個新樓盤呢 最出呢 最正就是一條大路的 都幾方便的交通 來講 嘩 好大耳 好難拍 那再拼一拼 慢慢拼給大家看 那這裏的房子 質素呢 都應該幾好幾漂亮 看下去啊 那真實的情形就不知了 那我就走近一點 再跟大家看一下 它屋的外場質素是怎樣的 這個呢 就是那些示範單位 還有呢 它臨時的售樓處 嘩 好大雨啊 臨到我濕了 我再帶大家 看看近一點 那屋的質素是怎樣的 就是這樣了 真的好大雨啊 所以呢 找個地方避一避雨先 那看下去呢 它這個區呢 就是新興建的樓盤 以前應該都是農地 然後再重新開始發展的 那話實話啦 其實呢 它 都幾近 這個OB 的 一間比較好的中學 就叫Betram的 那其實呢 已經陸陸續續 很多它的樓盤 就賣了出去的 因為這個 樓盤去得很快 因為真的很受歡迎 因為問題 一是在OB 第二件事 因為新樓盤 好的區不是那麼多新樓盤的 就是老實說 所以呢 很多人呢 都拿政府的一些 資助計劃 補助計劃 來賣新屋的 那是很普遍的 所以呢 很多都已經賣出來了 大家見到了 車來車往 我們已經開始 很多人陸續續地搬入了 真是無無聊聊地 看看別人的建築材料 這些就是那個新樓盤的磚牆 多實正啊 即是它不是那些普通的 鬆鬆泡泡的沙磚 是比較實正 介乎沙磚和瓦磚中間的 那些的 所以呢 摸下去呢 都ok的 它的材料都應該 那門呢 就是一般那些 PVC門 至於裡面的內籠規格是怎樣 就不知道了 另外一個閃蓬呢 就是木造的 那麼呢 過幾年之後呢 即是慢慢呢 會有 會消耗的 那所以呢 就要大家猶有了 這些 那窗碗都是一般的 PVC Double Bracing 所以這些 沒有什麼需要搞 所以就要 真的要進去 看看這個樓盤裡面 它 內籠 格局是怎樣 那樣 至於呢 那些 那些 磚瓦 屋頂那些 就是比較新的 比較滑滑滑的 那些 那有些人說它耐 即是說這一種的瓦頂 是耐一點 有些人就說 不是說這種沒那麼好 那這些東西 真是見仁見智 就是這樣 再 看看時間有多少 先跟著走 看看可以打打看什麼 那 看過它的車房 有一件事好的 它的車房 就是平頂那些 要大概 駕 五至 駕十幾年 就要換那些 這樣的膠板頂 就是瓦瓦頂的車房 所以呢 應該那個 物料造價都幾貴 那所以呢 這個問題 這些就會比較耐正 因為這些瓦瓦頂的車房 大概 二十幾三十年都頂到的 所以幾好一件事情 那可以看得出 就是說 它這間公司呢 那些用料都用得幾足的 那所以 難怪的 它賣的價錢都比較高的 那 話實話 這次帶大家看 這個房子呢 就是三房的 那我不知道它detached 或是三房子 但是它報了價給我呢 就說 33萬五千英鎊 那好像是detached 那種三房來的 但是其實價錢都幾貴的 所以就真的要看一下它 究竟什麼料子 就是這樣 哇 這些房子呢 就四房了 應該一大大間 好貴啊 都四十三萬幾一間的 這些 起碼 最便宜的那些 那些 那就是靚靚正正的新區 那樣 哎呀等很久都沒人等到 可以進去看個樓盤 所以很無聊地和大家拍下 這樣 那話實話啦 這個區呢 幾好 第一樣東西不好 因為呢 它的計劃都比較大 所以呢 它會批准某一些的房子呢 是拿來做Affordable Home的 所以這件事大家要留意啦 那就可能會有一些 拿政府中貼的 來租屋啦 或者用便宜的價錢來買 那些單位呢 一般來說是小一點的 一分價錢一分貨啦 那你給東西給人多 當然會 空間比較多些 還有優惠比較高些啦 那那些Affordable Home 就比較便宜的 那通常呢 它就 沒有那麼多設施 還有 沒有車房 小小間一點 好像我面前呢 不斷 聽中間那一間呢 那一類型呢 就是Affordable Home來的 就是比較小間的 比起碼的房子 就是這樣的 是這樣的 現在呢 替新樓盤呢 有一個好處就是呢 因為疫情期間 它都怕了你 所以呢 開了門 扔下你 你自己進來慢慢 慢慢聊啦 那這個呢 就是它其中一個樓盤 就是 就是Show Room來的啦 但是呢 是三房的Semi Detached House來的 那看下去呢 大家看到啦 那些裝修呢 給你看 當然是 富麗堂皇 靚靚仔仔啦 那呢 華人看屋最流行的啦 做些什麼呢 敲一下牆 嘩 這個 砍出來的木板來的 那就看一下 這邊呢 裡面呢 其實呢 敲一下牆是沒有用的 因為為什麼呢 英國呢 現在呢 建屋的牆呢 通常呢 它裡面呢 就鑑了這些呢 就是板啊 還有裡面是一些水泥的磚來的 因為它是雙層的嘛 面那層呢 就是磚來的 就比較厚 比較實的 跟著之後呢 中間通空 就打那些 啊 環保棉啊 隔熱棉的 那是保溫的 等你不用 冬天燒那麼多暖氣啦 跟著之後呢 就有一層 那些石屎磚牆 之後呢 就打板那樣的 所以呢 有時候你敲都看不到 如果要敲的話呢 就要敲外面 但是呢 剛才給大家看了 外面的磚牆呢 那磚的用料幾漂亮 那麼 那主要呢 看新屋呢 看什麼呢 看一下呢 它牆的厚度 那你就可以估計到呢 它究竟保不保溫啊 那這一種的厚度呢 就大概 現在呢 眼看下去呢 有沒有三十幾四十cm 都算幾厚的 但是它的隔層面呢 應該打得不太厚的 因為 你又要放磚 又要放那些 裡面那個 如果它裡面 不知道它是不是有沒有封到磚呢 很難看到 那就不管了 那大家看一下 主要是一個設計啦 那現在呢 新屋的設計 很多人都投訴說 新屋的設計 真是 一般的 底 為什麼呢 三尖八角啦 那看一下 這個廳 就小小的 開個門 那這個就是樓梯底 有個士多房 這樣呢 可以放一下雜物 那也可以把它改建成廁所的 那其實它的 雜物房呢 看下去 都OK 不大不小啦 都真的可以做一個小小的廁所的 那但是 應該它現在這些 通常都有兩個廁所啦 這三房 那這個就是廚房啦 不好的地方就是呢 它這個廳呢 就小小的 還有呢 窗就不是很大 所以英國的天氣來講 不是這樣透到陽光 那就是小小的廳啦 真的拿來 看看電視休息一下 那只要它要大呢 就是可能廚房的飯廳那些 就比較大了 那這個呢 都跟大家講了啦 那就是 是蘇鎂的廚房 蘇鎂的廚房 蘇鎂的廚房 難學 就不出口去的啦 現在小小的 那它做出來就多漂亮啦 那呢 問過剛剛那個地產經紀了 那它跟我說呢 現在 這一期的那些呢 新樓盤呢 就會連車房的 三房內Semi 那 剛才帶大家看過 在外面看過的啦 就是呢 有阿磚頂的車房 那這個就是 車房連花園的空間啦 那但是呢 它說呢 之後呢 下一期那些呢 可能呢 那價錢呢 就是比較便宜的 那些三房Semi 就不會連車房的啦 就是這樣的 所以大家 如果要看這個樓盤的時候呢 就要問清楚 三房Semi 包不包 車房 但是呢 如果是 detect那些三房呢 就會包車房的 但是呢 那個我等一下再帶大家看啦 因為它今天呢 會給我看兩個 示範單位的 那這個就是廚房啦 其實呢 正常來說呢 就是 沒有了一個飯廳位的了 已經 飯廳連廚房 啊 那一看過 那 那啊 其實 喜不喜歡一見人見智啦 那 但是這樣呢 的設計呢 就可能會省到位少少啦 是不是 啊 那些廚房呢 隔壁呢 連著廚房的位呢 它很無理拉伸地呢 就做了一個凹位 在那裏 那裏 那裏 啊 就給大家洗衣服 那就是到喉不到肺啦 因為為什麼呢 你擺一個洗衣機來 英國冬天經常下雨 那你又要遇乾衣機 那你沒有位置給乾衣機 那乾衣機 你擺在哪裏啊 又是塞回廚房那裏 那你又下了那些位了喔 大家記不見到 啊 好多那些 入櫃 但是我不知道它包不包啊 等一下我問一問它 看一下這些 會不會包 通常呢 有些情形就是說呢 櫃它會給你 但是呢 那些電器東西呢 不知道給不給啦 那大家給少耐性啊 因為有時候PanShot這些東西呢 不可以那麼快的 太快的時候呢 有些擺機啊 擺一下擺一下 看著大家頭暈 另外呢 看見不見到啦 在廚房 暗角位 launchy的空間 有個廁所 其實呢 這個都是樓梯底的位來的 那其實呢 這邊呢 頂過去呢 就是剛剛那個 樹多房位 所以呢 你在那邊做多個廁所 做三個廁所沒問題 因為應該通到過去的了 應該 以它的設計來說 小小小的 其實這樣很浪費的位置 它的設計 反而如果它把那個 樹多房打通它呢 加個花燒位呢 會幾完美的 但是沒辦法 這裡那些人流行呢 是加多個樹多房的 那所以其實呢 它這個鑑法呢 真是很有問題 為什麼呢 它倒不如 將這個這樣的 卡位 封毀了它 用來做草莓房 在那邊通廁所位 就更加完美 這個就是設計上面的問題了 好了 帶大家看上面的房間 好了 先鑑個樓梯 這種呢 回一點點樓梯呢 其實 就是說 是比較浪費的 但是呢 就的而且確 會做出一個豪華的感覺 喇 面前 嘩 自動感應燈 果然很騷 喇 這個就是 樓上的 洗澡房 好的地方呢 它是有窗可以開到 因為呢 如果不是呢 有時候有些樓梯是見過 我以前 封死了 沒有窗的 只有抽氣線 那就預了肯定 濕拿到爆了 那呢 其實呢 這一種 格式 是真的小小的 廚房 不過呢 好的地方呢 就是它的廚房 廚房 這個廁所 這個廁所又方方直直 比較見識 但是 一樣來一樣 大家看到那些房間 放到一張床 放不到一個櫃 你知道通常我們一般還呢 老虎 都是整張雙人床 接著交到一個大櫃的 所以呢 這些呢 空間不足 有待改善 還有不太喜歡它一樣東西 就是它的窗呢 真的小隻啊 所以變了不夠光猛了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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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到嗎 空的沙板 在裏面 那來到這個位置 比較大小小的應該是主人房 對著花園的 大小小 以它這個布置來說呢 就 入場櫃 不用說了 有一個 啊 那 這個場櫃有多大呢 那 就開來看看 先 好啦 沒料呢 喏 其實呢 就是入場櫃的空間是 讓它借一借位 因為呢 這個呢 是上櫃 來的 那呢 在另一邊呢 主人房 包了 廁所 所以呢 三個廁所 不用搶了 有花灑 這樣 那 有好處呢 就是呢 這個上櫃的廁所呢 都幾大 還有一個窗 給你呼吸 但是 大家見到啦 那它間了這麼多 這些位置出來的時候呢 那 那自然呢 所有那些房間的空間 就會小了 的 所以呢 鍾不鍾意見仁見智 那另外 第三間房呢 通常都是嬰兒房 BB房 或者書房 小小的 那 所以呢 擺不擺到那張 雙人床呢 就應該未必突問一點 那通常你擺一張單人床 加個櫃 那就差不多了 那 大家見到了 那 那就是擺一張單人床 在那頂著隻腳 剛剛原來有一間房仔 那房仔在那裡搞什麼呢 啊 看一下先 嘩 這麼離奇啊 又是士多房來的喔 因為又是這裡有一條 樓梯位間了出來 那所以他比較尷尬 就隨便間了東西出來 用來做士多房 那 其實可以改動的 你這樣應該是由這邊 通了過去 找個師傅弄一弄 當入場櫃 好過啦 嘿 真是 不知道怎樣間房啊 那些人 所以你看到了 這些 鬼秘的地方 就是 他們間的房間 間到三間八角 搞到整間那些位置又不見了 那你看一下 這個走廊位 又是在這裡雅定的 整大個走廊位在這裡 你隨便的廁所推前一點 又多一些位 或者這些房間 在這邊 慢慢出來 又是省了一些位 又多一些位 所以很奇怪的 有時候這些 新樓盤和英國人間房 唉 嘆氣啊 大哥 那你找師傅這樣弄一弄 弄一弄一些位 是可以自己弄啊 老闆 但是又要篩多三十幾 二十三十千 那你說有什麼位呢 那這個就是三房 三房的 三房的 樓盤的 格局 的樣色 那當然啦 我會和大家分享 它那個4Pen的 遲些 那大家都喜歡看些實際的嘛 是不是 唉呀 拿著電話拍很累的 那這個外面 你看看那些窗 真的 小到呢 那但是呢 那這種窗就好 就是因為 我想它有一件事 它比較好 比較細緻的就是 它的用料 還有呢 有某方面的設計是不錯的 那大家看到嗎 這種窗呢 它雖然小了 但是它間開了 中間有條柱口位呢 那真的有防度的作用啦 那所以呢 又看又問過 喂 用不需要安窗花嗎 不用 你安這些窗吧 喏 大家看到了 是有差別的 因為呢 它後面主人房的窗呢 是沒有那種 隔位在那裡的 沒有一樓的 因為後花園呢 就不需要那麼騰雞 那前門呢 大家看到了 前門就要騰雞一些 因為有蜘蛛盒的嘛 所以那些窗是有隔的 那再大家看看下面那個 那個 廳的窗有沒有一樓呢 那同樣啦 下面呢 門口的窗呢 是有一樓的 所以是有防度的作用的 就是這樣啦 另外看看花園啦 應該 自己用就沒問題啦 但是將來呢 你要加件啊 那些 可能就要走旁邊 那個走廊位 和車房位啦 因為呢 其實老實說 那個花園真的有點小 不是開玩笑 就是這樣的 那沒錯啦 那剛才說到啦 它包不包廚櫃啊 包不包那些電器的東西呢 即是廚房那些電器啊 煮食爐那些呢 那就包了 但是呢 有些選擇的 你加錢就會好一點 你不加錢 你standard就差一點 那地板呢 就不包了 就要你自己安地板啦 那所以呢 所以呢 這個呢 也是你自己 要處理的問題 但是一般呢 都跟大家說過啦 買新屋 你可以跟它說 屈它 叫它包賣給你的 那這些東西 是有數說的嘛 那 但是這些新樓盤呢 有一件事呢 還不是這麼喜歡啊 電磁爐啊 問你死了沒有 另外呢 這一種七寮演機呢 是裝假狗來的 沒有腦通出去的 啊 又純粹真的吸油 就不吸煙 啊 那到時候呢 大家又要花一筆錢呢 拿條 找師傅呢 通條那些這樣的喉呢 灌出去 將那些油煙抽出街啦 因為中國人 哎中國人 又是被人罵 華人煮食啊 就比較 慢火 比較多油煙 這件事沒有辦法啦 那廚房細小 這樣呢 無聊地 看看它裡面有些什麼料啦 廚櫃來的 那有個這些 擺餐具的櫃 那 因為大家知道 要看一看 它包些什麼 那 櫃一隻 我不想那麼快啊 要慢慢拍啊 有什麼 頭暈啊 這些我怕大家 普通 那這一種櫃呢 是不是新色的那些啊 那 拍到它自己慢慢 尚 就不會這樣 這個假的東西來的 那它有個穀爐 穀爐上面也是住櫃 給大家看看 哎呀 蹲下起來見頭暈 住櫃 入櫃的雪櫃 很漂亮 其實我不太喜歡這些 因為要換,要做的時候很麻煩 冰櫃 那也是 這樣的情形 沒有包洗碗機 沒有包乾衣機 其他不用看 都是一般的櫃 就是這樣的 值不值得想,想不想得過 大家見仁見智 好了,我要出去看另一個 因為燒很多時間 那位小朋友可能一分鐘 很奇怪,這位小朋友進來搞什麼 好了,出去看看 另外一樣東西 門口的蒜箱位 又是要加個籃子加個箱 否則很容易出事 被人揭露的 被人揭露的那種 塞著手進來 或者做鐵的那樣 可以揭露你的東西 實不實正呢? 那些門 對呀 有一個問題 它沒有加到防盜設施 沒有加到警告給你不送 要你自己按 不用繞了 看不到有 就是這樣 出去的時候 拍一個shop 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就是 前門 進去的樣子 是沒有防盜設施的 沒有防盜設施的 說都說不正 真的 就是這樣的 那呢 很難計劃到 這個樣子給大家看 是怎樣的三房Semi 我看旁邊那間 是一樣的 左和右的分別 就是這樣的 這些 黏在旁邊那間屋的 三房Semi 那現在呢 暫時呢 這一期那些 已經全部售輕了 如果大家要買 有興趣的話呢 就要買下一期的 那些樓盤 就要一月才開售的 那它就跟我說了 就是這樣啦 還有看一下那些牆 那些厚度 很難形容的 講不講就講不到 最好親身來看 這家東西 那 那 我又覺得OK的 那些磚的質地 其他東西呢 都OK啦 其實挺漂亮的 因為我看過其他那些 好像Jansson 另外一些地產公司 或者發展商那些 是的而且用料 沒有它那麼漂亮的 那 那 這條呢 就是 車房路了 那 因為呢 有一個問題 因為這條車房路呢 就貼著旁邊的房子 所以就不知道 你可不可以擴建 是不是屬於你私人的 這個就是問題啦 這個就是車房啦 那又要車房路 鎖下去 大概呢 那條路呢 的尺寸 可以拍到兩架車啦 那這樣 那車房就用來擺雜物咯 拿來做房都OK的 不過它是隔開了 不黏著這間屋 就比較大問題了 這件事 好 各位網友 看完這段片 不知道大家覺得怎樣呢 覺得我拍得 好不OK呢 那希望大家滿意啦 那首先 說回呢 因為呢 為什麼又會後面 有些這樣的 錄影廠的片段 來提供給大家 因為呢 有些少 這個資料需要補充的 那首先第一件事呢 就是呢 那希望大家繼續支持一下 那 啟一下 like share一下我的channel 給其他人看 還有subscribe我的channel 啦 就是如果剛巧你 你未subscribe 又看了這段片的話 另一方面呢 繼續上京音樂壇 支持一下 各方好友 亦都是 可以上去交流一下 這樣子的 那這次不閃了 好煩 亦都很老套 我覺得 總之大家幫幫忙手啦 好啦 那說回那個 資料先啦 那其實呢 剛才呢 帶大家看那個樓 樓盤呢 就是這間公司 啊 就做那個發展商的啦 那 啊 有什麼好說呢 就是說呢 其實呢 他在網上呢 那些review呢 那些買家的 的 叫做什麼啊 review 中文我不會說 他 都幾好的 就是那些人說說他那些東西 就是當然啦 大家看回來 有73%的人呢 就說他非常之好的 那也都有一些 小部分說他幾好啊 這樣 跟著大概有 21%左右的買家呢 就覺得他不是那麼好啦 這樣 那其實呢 下面的review裡面呢 有些人都 說他 就是 剛剛都是 OB的物業 剛剛就是我剛才看的樓盤 就是有人在Lexer買了 那又說了說他是 就是幾好啊 那些服務方面啦 那至於 他們那個 那個樓盤的結構質素好不好呢 那就 真是不知道啦 那大家可以呢 上網查一下的 那呢 補充的資料 不僅止這麼多的 就是 另外呢 一方面呢 就是可以告訴大家聽呢 是很有幫助性的 看這個樓盤 為什麼呢 因為呢 原來這一家發展公司呢 在他名下呢 都有很多不同的 發展的土地啊 或者發展的地方的 例如呢 有conventry啦 啊 這個 剛才我帶大家看了啦 Cottage Farm 就是在OB啦 那 Soli號都有的 還有 真是全國性的 這個發展商 他建的樓 還有呢 啊 普遍來說呢 他們勾到的地呢 都是一些 比較漂亮的區域 所以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亦都是同樣 為什麼這個 這個 發展商呢 他的評價比較好呢 因為其實可能就是他 他比較是 下本 還有呢 比較做得好的 所以呢 變成了 不難止是 買家有信心啦 另一方面呢 就是可能 啊 這個council 或者各方面各地區的council 也都對他是 有一種優惠啦 那樣 所以呢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為什麼啊 會跟大家提及這件事 就是說啊 他不同地方都有 因為其實呢 如果你是想看回一些三個semi-detached屋的話呢 那你就可以其實看回 剛才我的影片那個 那個展示給你看 因為其實呢 他來來去 譬如好像這一間發展商 名下的發展的物業呢 通常呢 他的結構率都差不多的 不會有很大的改變 因為為什麼呢 你畫了一次跡之後呢 就不斷重複 用那個 同一張圖紙 來建造不同的物業 那你就省很多成本啊 不是 就是這個原因啦 另外一項呢 要補充就是說呢 為什麼呢 剛才在一個片裏面 有跟大家說了說 會帶大家去看一間 三房的detached 但是為什麼後來 就沒有了那個片的呢 不會有的啦 為什麼呢 因為呢 剛才我去看的時候呢 可能我不知道是否看得久了那頭啊 還是 這個售樓那些人覺得 看不起我 這樣子 不知道什麼原因啦 反正呢 我就看完那一間 semi-detached 然後呢 出來呢 他原本就答應了說 會帶我去另一間 物業那裡看一間 三房的detached 但是後來呢 他就說啊不行啦 沒有啊 那個物業就不太準備好啊 這樣子 然後呢 另外呢 他又說 有一個四房的detached 也都可以看 但是怎麼知道 我問他 那我可不可以看那個四房的detached 怎麼知道他的回應就說 啊 裡面沒有什麼 啊什麼裝置啊 設備都沒有啊 所以我不可以帶你去看 這樣子 好了 基本上 不知道是否因為我看的時候 overrun了 所以呢 他們時間比較緊 所以就 就是隨便 啊 拿個藉口 就說啊不要看了 你這樣 那我不清楚啦 那基本上沒有辦法啦 那就看了一間這樣的算 因為都拍了一段比賽長的片 那大家可以去理解一下 究竟那間屋的外表啊 或者他那些這樣的設施啊 啊 那些物料是怎樣 大家可以作個參考啦 另外一方面其實呢 雖然他沒有帶我去看其他物業 但是呢 那個售樓署的人呢 也都有給了一些資料 一些啊 一些啊 怎麼樣 boucher 但是他又不是boucher 是一張紙漆介紹的物業 有一個物業的floor plan 給了我啦 那當然啦 我不可以放那個 啊 那個floor plan 那個資料上網 然後share 那條link給大家 因為那個問題呢 有一個版權上面的問題啦 那但是我會在一個短片上 show一show給大家看的 因為應該在一個片上面呢 我播放給大家看 應該是不會有這麼大的問題的 Anyway呢 那我就要跳一跳啦 那這些資料呢 你自己 我會share這個 我會share 我會share這個 啊 地產公司 或者發展商 他的 啊 叫做什麼 網站的link給大家啦 就在下面的description area 那裏就會有的 那大家可以 就是無無聊聊 沒什麼做 又有興趣的 可以按一下啦 那呢 那講返這個 歐比這個 這個 我今天下午看的那個物業 其實呢 他 老實講 他 不帶我去看 都是有一個原因的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都會浪費他時間的 因為目前來講 在發展商旗下呢 他的物業 老實講 已經是賣到七七八八了 基本上呢 現在呢 他已經進行了 第一期 已經完成了 應該說 第一期的發展 這個就是第一期的發展 那他就說呢 第二期的發展 他就會建這個 空間的地方 然後呢 慢慢第三期就建這裡 還有 第四期 第五期 所以他這個發展 其實都挺大的 基本上呢 他這個地方應該會建三年到四年呢 才完全 是建了 發展了 這個區域的 那 話說回來 那他現在其實呢 目前呢 他是 啊 這些已經是賣光的了 OK 這些已經都賣光了 那他在賣這一得 和這些部分的 那 那我問題呢 就是說呢 藍色呢 大家看到了 其實呢 藍色呢 已經是說 未release的 那灰色的已經賣光了 那現在呢 available的呢 就剩下四間 所以呢 其實呢 就算他帶我去看 我想看的那些物業呢 其實是沒有用的 為什麼呢 因為可能 就是一個陳列室 它根本上是沒有啦 不清楚的原因啦 但是呢 基本上現在可以提供 給大家去購買 就是剩下四間物業的 那這四間物業是哪一種呢 就是這幾個了 都是四房大屋來的 都是比較貴的 因為呢 所以這個原因 他就沒有帶我看啦 那當然呢 其中一間其實 我是想看的 就是這一間啦 那他沒有給我看 但是他有給我一個floor plan 那呢 大家可以按一按進去 那他裡面呢 其實都有一些 資料啊 或者有些floor plan 那樣的樣子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啦 那所以這個我就不會講 但是這個問題呢 就是你在網上呢 這裡呢 他是找不到有三房的floor plan 也都沒有三房的資料 為什麼呢 因為呢 目前為止呢 他就跟我說了說 如果三房的話呢 因為是很暢色的 他說 基本上一出呢 一個多兩個月頭呢 那些三房已經賣光了 那所以呢 他說下一期呢 大概呢 就會一月左右會開售 那呢 但是呢 雖然說一月到開售 那實情來講都是賣樓花 那麼呢 到真實的時間呢 就是說呢 他開售之後呢 大概會是二月到三月有一批 然後七月就有一批的 那所以呢 在這個時間上面呢 可能都比較適合 香港BNO那些 五加一的人士的移民過來 那譬如我一月的時候 就過來看 或者是了解一下的詳情 然後呢 到三四月的時候才交 可以 那個程序 你就可以慢慢去計劃 究竟你的計劃是怎樣 所以其實都 都幾好的 可以想一想 那呢 另外呢 一方面呢 除了 我剛才跟大家講的資料之外呢 他這個網站有一個地方好 就是呢 他有一個 virtual tour 或者呢 一個virtual feel 給你 那你可以按進去看看他不同的物業 裡面 裡面是怎樣的情形啦 就是 因為為什麼現在疫情當中 所以他們都已經拍了那些資料 可以給你自己呢 是進去按一下 跟著然後看一下呢 那些環境啊 看看那些 就是showroom的 是怎樣的 當然啦 他會拍到很漂亮 陽光燦爛 那大家見到呢 今天下雨的時候 我拍給大家看呢 都比較陰陰天 那個窗戶比較小的時候呢 真的沒有什麼陽光透了出來的 那這個自己大家考慮啦 那好啦 講完這一件事情呢 就講回 其實呢 他 我之前跟大家講過一件事情 就說呢 其實呢 他是 怎麼說呢 很近一間 Nexha 即是Orbi的一間中學啦 主要 校區都是 大家一個原因 很多人都跟我說 他們來英國 就是主要給小孩子讀書啦 那話說 其實呢 他這個發展的地皮呢 在我家旁邊一點 其實我家呢 就是這樣的位置 那呢 大家都應該清楚 可能聽過我說 其實我住那裡呢 很近 Orbi那一間 很好的中學的 就Betram College 那呢 他呢 基本上 當他發展到差不多的時候 那個人跟我說了 雖然呢 是沒有車去到 由這邊通過去那裡 一定要出大路 然後回頭才來 但是一般來說 如果你在這裡 是買了這屋的話呢 你生活呢 你走上去 是沒有問題 因為為什麼 他都會有一條路徑 是人走的 就會這樣穿過去 跟著 一個公園 一個公園之後呢 再穿出去呢 旁邊呢 這個位置呢 就是那間這樣的中學來的 如果你在這裡 你剛剛也是 不是插斑 是根據程序 慢慢下降的話 那就 有這個好處啦 那好啦 講到最後啦 就要給大家看 就是那個Floor Plan 那呢 其實呢 我自己掃描了出來 就和大家分享啦 那呢 我今天看 那間屋呢 Semi-Detrash 就是這間 就是這個了 那呢 他就報了價錢給我了 其實呢 他就告訴我 這個價錢呢 28萬到29萬左右的 那呢 後來他寫出來呢 就說他街拍 經常是29萬 Semi呢 就是他這樣說得來講的話呢 那我覺得那個Sels是挺好的 因為呢 為什麼呢 他已經告訴我了 其實暗地裡暗示說 你可以說一下價錢 可以減一些的 就是如果到他發售的時候 那所以呢 大家可以想一想一想 那當然啦 他也跟我說了一件事 就是說 我問過他包什麼東西的 那他就說呢 電器方面呢 是包過煮食爐 還有包過 超人煙機啦 還有那個 這樣的 啊 升盤啊 那些這樣的東西 還有洗衣機也有爆 我看看先 洗衣機有沒有爆呢 洗衣機我又真的忘記了啦 但是呢 我有掃到那些資料來 給大家看 但是他 咦 真的沒有說到 那我不浪費大家時間啦 那就是說應該 洗衣機未必有 那 雪櫃都沒有的 因為他講了話 雖然我們看那個 show room裡面是有雪櫃 但是 但是後來他跟我說 是不包雪櫃 那包擦油煙機 還有那個 那個煮食爐 還有那個焗爐 就一定包 這些幾樣東西 那就 洗衣機沒有 雪櫃沒有啦 是不是 還有地板沒有 那地板你可以屈它 其實這些東西 還有那個廚櫃呢 還有那個廚櫃呢 就是optional來的 那他說standard那些 這個質素沒有那麼好的 那當然啦 你加一點錢呢 就有 那就要憑你自己的 三寸不爛之事 要跟他談呢 來講價 講價錢啊 講有什麼設施啊 這樣子的 因為很多其實 近來呢很多朋友 他們都買了新屋的 真是我認識的朋友 那他們都說呢 基本上減價呢 就真的好問 是沒有什麼可能 但是呢 你可以儘量 用你自己的方法 用你的 一把利嘴 跟著說到他呢 儘量信多些東西給你 那當然啦 一件事就是說 要看回他的售流能力 像這個OB這個這樣 他賣得這麼快的情形之下呢 你能夠跟他 交易到的優勢呢 應該其實沒有那麼多的 老實說 那下去吧 我一直講的時候呢 那希望大家 就是下一個Fall Plan的時候 大家可以看得清楚一點 一邊聽著我說話 一邊看著那個Fall Plan 還有一個尺寸出來給大家看 那呢 首先呢 就告訴大家 今天呢 我都帶大家看高夫勢的那些東西 那真是呢 新屋來說呢 他那個間隔真的不好的 還有 有時候 一個廁所 兩個廁所 三個廁所 是有些無謂的 如果你問我的 寧願 這一個 或者其中一個 打開了他 怎麼說呢 兩個廁所已經夠用了 一個四人家庭這樣 所以有點無謂 那搞到呢 間隔上面呢 一來浪費 二來呢 真的不實用 好像這些這樣的 士多房 你在樓梯底那裡 真的有什麼用呢 啊 可以跟大家分享的一件事呢 就是說呢 那 29萬磅 這間這樣的Semi 呢 我可以用一個 舊屋 來跟大家對比 那怎樣對比呢 就是說呢 其實一般呢 現在在奧比呢 那些屋價來說呢 一個三房的Semi 應該大 那個Size 是大於這一間 但是呢 就沒有它這麼多廁所 好像我現在住的屋 那樣 是只有一個廁所而已 那大概現在的價錢呢 賣著27萬到28萬左右的 那新屋呢 它的尺寸又小一些啦 那價錢又貴一些 那主要其實問題呢 就是 看回它新屋來說呢 十幾二十年 你都不需要怎麼維修 但是你舊屋的話 基本上你一接手的話呢 年年都要維修 這個是很頭癮的東西來的 那所以你多給十幾二十萬呢 就是免許你的頭痛而已 那但是實情來說呢 那間屋的實用面積 那些尺寸的話 是舊屋是理想一些的 還有呢 可以跟大家說呢 他今天帶大家看 這間屋的花園呢 我的花園是 是它的花園的兩倍的 那如果譬如你將來是想著 會做extension 即是加建各方面的話 那其實這間屋呢 不是那麼理想 因為我都問過 那個發展商的經紀 那他都說呢 而隔壁呢 那個 那個 怎樣呢 那個車房前面那條路呢 如果你要用那條路來做 做加建的話 就未必可以 因為為什麼隔壁呢 你還有一個鄰居 那你就要跟政府申請 因為其實 到最後行不行 是政府 批不批呢 以及同時你的鄰居 知不支持你 如果有人反對 那你就不可以加建的了 那所以變成了 那你可以看回 旁邊的話 你又可能會干擾到人 隨時會被人撲 你 然後你就不能加建那個位置 雖然是屬於你的私人地段來的 那個車房前面那條路仔 那但是 這個你徵求不到 別人同意給你加建 你就用不到那個地方 那後面那個花園又那麼小 你又加建了 就真的沒有位了 還有 另外一件事它沒那麼好的 就是通常呢 我們這邊舊式的那些 車房就黏住那間屋 那它的車房就不黏住那間屋 那變成了 你又不可以拿那間車房 就是整條通道 或者整條門通過去 那你就虧了一些位置 那就好像沒有那麼實用 那樣的 所以呢 其實這件事是兩題 對啦 對啦 例如說 價錢來講 九屋其實跟這些新屋差不多 但是九屋的面積是會比它多 但是 一個問題就是 譬如你要加廁所 就是九屋來講 又要給錢 又要維修 那各方面的 其實這件事是兩體 所以你就 你就要想 究竟你是需要維修 還是你需要空間大些 這件事是兩體的 那下面呢 也有些尺寸給大家去參考 那好吧 那說回來呢 另外一間呢 他就告訴我 那這個 其實今天原本 最想就是看這個 detached的三房 那他就告訴我 是33萬5千的 但是為什麼呢 他寫出來 是34萬呢 那因為他也有 他自己的原因 所以要安全一點 因為有時候 他有某些房子呢 他雖然是同一個地區 建差不多 尺寸的房子 但是呢 可能有時候 有些花園大一點 有些車房 前面那條路 又多一點 可能他就 那個價錢會高一點 有些可能 那個花園小一點 隔壁跳 又窄一點 那他又會便宜一點 所以呢 一般來說呢 中價位 就是34萬 就是這樣的 那大家看到的分別呢 其實呢 這個 detached 獨立屋呢 的size 是大過 這個Semi的 Semi的借位起的 其實老實說 他現在這個detached 那個位置呢 就等同於我現在 住屋的size 這麼大 那當然呢 我現在的房子 是Semi來的 就不是獨立屋 但是可以告訴大家 那個 尺寸是差不多 那 但是問題呢 因為我 我是只有一個廁所的 所以變了呢 我的房子 看上去呢 那個面積會大過他 那就是這麼多 那所以呢 那大家要看咯 要自己取捨咯 其實這個價錢來講 以生活來講 他又不算貴 還有另外一個 要跟大家說呢 真的你買房子的話呢 你最好就買 好區 為什麼呢 那老實說 我現在我自己 買了這間OB的房子呢 我買了 看看先 我是 我是什麼時候搬進來的 我是1月還是2月搬進來 我搬進來 不是很久的 那一句 那現在其實疫情當中 樓市高度漲一漲 其實我買的時候 跟現在的價錢呢 市場 同類型 因為有人放樓嘛 同類型的價格 例如說 我是升了大概1萬磅的 OK 就是等於10萬港元左右 是升了 那當然啦 你放出去的話 是得不償失的 雖然表面上那個屋價是好像升了 其實實質上應該說是升了 2萬磅左右的 那當然啦 你的價錢飆出來 別人一定會廣價 那所以變成你保守股計的話 是會 你幾個月時間 是升了1萬磅 但是你買出去 你又要 有KF卡那些東西 其實基本上是打個禍 那但是 那問題就告訴大家 在這些好區呢 買屋呢 尤其是好學區的 的屋呢 有一個好處就是說 它跌不會跌很多 但是呢 它升值的潛能 就是很高的 基本上呢 基本上呢 在別人 樓市跌價的時候呢 我們呢 這邊呢 是平價的 是沒有跌過 甚至有一點點 略略地在升 那變成可能 你買這些新屋的話呢 你可能你買回來的時候 可能 啊 貴過其他那些 二手市場的那些屋啊 這樣 但是實際來說 你隔幾年的話呢 樓價已經升回 這個價位了 所以其實 都是想得過 都是值得的 那另外一方面呢 就可以告訴大家 你 如果你 剛剛來英國 你不是那麼熟的話呢 我是會建議大家 買新樓多些 因為舊樓 太多KF卡 又要驗樓啊 如果你不熟的話 隨時拿東西 是挺麻煩的 你買新樓的話呢 你頭痛的情況 是真的會少些 至少你 你不用客客 撲人去幫你整屋啊 等等啊 因為 你剛剛來到 什麼都不懂的時候 那些錢 又可能會隨時被人困 等等 所以買新樓的話 會比較安全些 老實講 還有 也都是不用那麼頭閒 很多東西 那最後呢 就跟大家說回 這個四房呢 就真的 去到的價位很厲害 那其實 其實他這一間呢 已經是四房東最便宜的那間 已經是三十七萬二千九百五十鎊 多麼離奇啊 這個價錢 還有 其實是有一間剩下的 那他又不願意帶給我看 那他說其實這一間呢 他可能真的 他講實情的 因為為什麼呢 他說就算你現在賣了 也要等一月才交樓的 但是他跟我說 其實這一間正在做show home的 那他又不可以帶我去看 那 那大家可以見到 是比剛才那間三房的 獨立屋 是大一點 大了一個 那麼多的size 就是 OK 不是大很多的 那所以呢 值不值得呢 那就一人而 因為現在那些新樓呢 你很難做到那些叫做加建的工程 因為他的位置真的很窄 那所以呢 那現在他寫下了給我聽 就說 那 新一期那些呢 三房那些呢 那你一月發售 那二月到三月可以交流的 他說 另外一期呢 就要等到七月了 那他連賣 他連賣些什麼裝置呢 那呢 那 這裡有講到啦 那其實呢 他可以送的東西 又不是真的那麼多的 那 所以你自己可以留意一下啦 其實呢 他的那些入場櫃呢 如果你買三房那些呢 是要你自己 銀河包給錢的option來的 那 但如果你在買四房五房那些 那你給那麼多價錢的話 他送的東西當然多啦 就是他包了那些入場櫃啊 那些東西的 所以都挺疏光的 好啦 這樣呢 今次要和大家分享的東西呢 都是這麼多的 那這樣呢 話是說啦 最後要和大家說一件事呢 就是說呢 小弟呢 就開了一個patreon 啦 因為為什麼會開一個patreon呢 其實一直以來呢 都有網絡討論 就 有人支持的 那我不知道有沒有人反對啦 那就是有人提過說 喂 你可以開這些的喔 那我 有一點點錢當請你喝杯咖啡啊 這樣 那老實說 不是小弟不想做這些事情的 有錢 誰不想賺啦 是不是 就是我又不是說現實都 不停叫人家 喂 給錢啦 那問題就是說 如果大家 覺得我做得好的 那你就當請我喝杯咖啡 支持一下咯 那 另一方面呢 就是 就是 今次這麼決心去開個patreon的原因呢 就是因為呢 我發覺呢 我很多資料是流失在別人手上 但是呢 這些別人呢 就拿了我的資料呢 去賺錢的 那呢 所以反而是這一方面 令我不是那麼開心的 所以呢 之後呢 大家可能 網友有留意到 上一期呢 我 拍的影片呢 就再沒有放那些checklist啊 或者那些地區的資料呢 就以文字檔案方式 放在那個論壇裡 那我收起來了 第一件事 就是希望大家呢 真的 看片 抄 抄資料啦 就是抄筆記啦 那另外一方面呢 我是發覺有些人呢 他是 全心已經慣性了呢 就會只是吸我的資料 然後呢 自己拿來利用在另一個方面的目的 那我覺得不是那麼好 那在這樣的情形之下呢 那我就決心 就開個patreon 那之後呢 那些資料呢 我就會 是放進去patreon那裡 那其實對大家是影響不大 因為為什麼呢 如果你有看片的話呢 那些資料啊 那些checklist 依然都是在影片裡會有說的 就是那個問題大家會辛苦些 要卡一個timestamp 跟著去到某一個位置 看回那些資料而已 那如果大家不想看那些資料 麻煩的話呢 那就給一點錢支持一下弟弟 然後呢 你可以直接在那個patreon裡面呢 就找到那些checklist啊 或者那些地區的資料啊 哪個地區值得買樓 哪個地區好啊 那些這樣 你就可以在裡面找到的 還有呢 在灑外的時間呢 小弟可能會做一些exclusive的影片 因為為什麼呢 很多時候呢 在網上 尤其是在youtube 說話呢 真的就著就著呢 好辛苦 有很多事情其實很想跟大家分享 但是那個問題呢 因為在公開的 途徑 在公開頻道呢 真的不可以亂講話的 因為呢 現在很多youtuber呢 真的被人黃標了 令到他們都比較麻煩 還有網友已經反映了的話呢 他在我的youtube留言那裡呢 他不知道為什麼被人博了 是留言不到的 那我不知道什麼情形 我也在怕會不會說 我被人黃標啊 或者其他 因為 某一方面呢 我發覺呢 是youtube呢 那個search 以前搜尋呢 是很容易搜尋不到我那些 影片的 第一是很難搜尋 變成呢 那些收體人數會跌 那可能是我說的不好啦 這些我不知道啊 但是為了protect我自己的話 那我就決心開個patreon出來呢 那就把一些敏感一點的話題啊 或者 就是 不是那麽方便 在公用途徑 展出的東西呢 就會放進去patreon那裡 和大家分享啦 就是那麽多的 那多謝今天大家的收看呢 說了很久很久 是不是 浪費了大家很多時間 那都盡量會做一個timestamp 那就希望呢 大家可以善盡這些資源啦 好啦 今天的時間是那麽多 Thank you 各位的時間 拜拜